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,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,就来到以弗所,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,问他们说, 你们信的时候,受了圣灵没有? 他们回答说, 没有,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 保罗说, 这样,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? 他们说,是约翰的喜。 保罗说,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,告诉百姓,当心那在他以后要来的,就是耶稣。 他们听见这话,就奉主耶稣的名受喜。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,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。 他们就说方言,又说预言,一共约有十二个人。 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,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,劝话众人。 后来,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,在众人面前,毁棒着道,保罗就离开他们,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,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。 这样有两年之久,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,无论是犹太人,是希腊人,都听见主的道。 神借保罗的手,行了些非常的奇事,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,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,病就退了,恶鬼也出去了。 那时,有几个游行各处,念咒赶鬼的犹太人,向那被恶鬼妇的人,擅自称主耶稣的名,说,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,赤令你们出来。 做这事的,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,恶鬼回答他们说, 耶稣,我认识,保罗我也知道,你们却是谁呢? 恶鬼所付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,剩了其中二人,制服他们,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,从那房子里逃出去。 凡住在以弗所的,无论是犹太人,是希腊人,都知道这事,也都惧怕。 主耶稣的名,从此就尊大了。 那已经信的,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。 平素行邪术的,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,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。 他们算计书价,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,主得道大大兴旺,而且得胜,就是这样。 这些事完了,保罗心里定义,经过了马其顿,亚盖亚,就往耶路撒冷去。 又说,我到了那里以后,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 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,打发提摩泰,以拉多二人往马其顿去,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。 那时,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,有一个银匠,名叫迪米丘,是制造亚迪米神银刊的。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。 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,说, 众位,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着生意发财,这保罗不但在以扶索,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,引诱迷惑许多人,说, 人手所做的不是神,这是你们所看见,所听见的。 这样,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,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妙,也要被人轻忽。 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,也要消灭了。 众人听见,就怒气填胸,喊着说, 大灾,以不所人的亚迪米啊。 满城都轰动起来,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游喝亚里打鼓, 齐心拥进戏园里去,保罗想要进去, 到百姓门,门徒却不许他去。 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,是保罗的朋友, 打发人来劝他,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。 聚集的人纷纷乱乱, 有喊叫这个的,有喊叫那个的, 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。 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, 犹太人推他往前, 亚历山大就白手, 要向百姓分诉,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, 就大家同声喊着说, 大阶, 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! 如此约有两小时,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, 就说, 以弗所人啊! 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, 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, 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? 这事既是驳不倒的, 你们就当安静, 不可造次。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, 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, 也没有傍读我们的女神。 若是迪米丘和他同行的人, 有控告人的事, 自有放告的日子, 也有方驳可以彼此对告。 你们若问别的事, 就可以照常理聚集断定。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, 我们难免被查问, 论到这样聚众, 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 说了这话, 便叫众人散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